小区的门,楼子挺大的,一车一根,进小区了,这进小区还要登记一下,看来这个小区管理还不错,车辆也不少啊,这个进进出出的,看现在有这么几辆车要出去,排行队了。 这个小区还有看车的房子啊,电名车,这搞微凶的搞什么呢,这搞了好多这个房状的一些杆子啊,一个标识牌,咱们现在到了小区啊,中间的物业啊,物业这个地方,这边有一棵树还比较大,进来了,叫寒寒盛都会所,这是会所。 咱们签啊,绕它半圈吧,吉林的车,内蒙的车,青岛的车,吉林啊,长村的车的是,这边还有个房车啊,小区不大啊,就是几栋啊,高层啊,现在我下的车来啊,楼层很高啊。 我记得啊,这里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公园一样的地方啊,浙江的车, 山西的车,河南的车,内蒙的车啊,各地的车吧,浙江,河北,然后咱们山东的几个地方啊,然后这有一个游泳池,现在是没有放水,不知道它夏天放没放水。 像咱们银滩啊,有游泳池的小区不算多啊,就是几个吧,印象中,这个海洋明珠,金里银龙湾,山水人家,啊,还有什么过去的叫越海家园啊,也有这个游泳池,但是早就荒废了啊, 现在游泳池看起来是比较不错的,深度也挺好。 垃圾桶啊,椅子啊,都有,泳池须致,这边有个小朋友的泳池嘛,对,浅一些,有点坏了啊,然后这是小朋友的游玩的地方啊, 小儿童乐园啊,小儿童乐园吧,这个连这个座椅啊,凳子都是彩色的啊,小朋友喜欢斑斓的世界啊,秋千,山西, 近,啊,这是,小凳子小,啊,就这一块啊,小区啊,这么几座楼就围着这个,啊,物业这一块啊,小公园的中心啊, 啊,这就是寒海盛渡,啊,外面晾衣服啊,啊,这个地方呢,是一个,体育锻炼的地方啊,啊,有这么一些,锻炼设施啊,啊,压个腿啊,扭个腰啊,啊,活动一下身姿啊,都可以,啊, 这里瞅瞅,这都是移植过来的树啊,看起来已经成活了啊, 这个大哥在这儿晾着刚洗的衣服啊,哈哈,在这儿坐了多久了,住俩月,住俩月,是租房还是买的房啊,买的房,买的房,这个当时你买的时候贵不贵啊,哎呀,不便宜,多少钱啊,花了四十来万,四十万,多少平米啊,五十一,四十来万啊, 哦,哦,这是买的比较早一些嘛,19年了,19年,哎呀,19年到现在也不过是四年时间,是吧,哦,听的是河北口音啊, 我山西,啊,山西啊,那我怎么听的有点像河北口音呢,我就辨别能力差了,这个,这个小区,我看有好多山西的车啊,哪地方人都有啊, 是铁路的啊,听不出来哪个地方口音了,嗯,这个夏天住的人多吧,哎呀,今年多,今年多是吧,哎呀,咱小区看日出好,嗯,对,就是看日出好,哈哈,买就买这景房的嘛,也对,对,就是, 就是,在咱们大银滩来说啊,是最,最西面,最东面,最南面的一个房子了,对,对,对,嗯,这个按,这个,现在的概念来说还不算银滩呢, 哎呀,这银滩还有一点,哦,对,因为这是属于海洋所管,对,银滩是属于管委会那块,管那些小区, 东面有一些小区,有六七个小区,也不属于这个管委会管,属于虚家镇管, 到那个那个能力,到那边就跟这个能力不一样,不一样啊,哦,哎呀,看一看啊,这里的环境, 小区总共有多少楼啊,九栋楼啊,那么谁的十几号,都十六号是十几号的, 十六到二十几,哦,十六到二十几啊,哦,那怎么后来的, 有十,野辈怎么排的,一二三四五六都没有,对, 啊,这位美女,也是老业组了,不是不是,我也是才来几天, 才来几天啊,一厅也是山系的,是吧,和那个那个,那个内蒙古包头, 包头的啊,在这房子买的贵不贵,我是在这租的房子,租房子贵不贵, 一千,呃,一个月,哦,一千一个月,啥时候租的,就最近刚租, 十九号租的,哦,对,这是,那什么时候贵, 这个夏天的时候,暑期的时候好贵, 两千是吧,哦,行,谢谢啊, 哎,这转转啊,这个地方有租房的,有买房的, 咱们沈阳的房车,出发了, 啊,这里是啊,江苏的车,天津的车,山系的车,山系的车, 山系车还多一点啊,然后山东什么,烟台的呀, 又是什么地方搞不清楚啊,内蒙的,内蒙的车也不少, 浙江的,内蒙的,浙江的, 这烟台的车, 烟台人为什么喜欢在银台买房子呢, 要打一个问号, 啊,转了一圈啊, 咱就出小区了, 再往,啊,东就是渔村了啊, 小渔村了,啊, 再往南吧,我说错方向了啊, 这是东,这是东, 现在我们是往北的方向啊, 往北的方向,我回去了, 北面就是海洋所啊,